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2024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今年大家身體健康 開心心平平安安 一切順利 這段影片主要會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Carrie 1月中會快閃香港 我的侄女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房子叫什麼名字? 柏奧莊 柏奧莊那個 又爆去人事 就是沒有朋友做的 柏奧莊那位美女 大家有沒有見過的 就是我的侄女 她結婚了 所以又回香港參加她的婚禮 本來想要悄悄地來 悄悄地去 剛剛經歷了上兩個月 11月中 到12月底 這一段本應該是溫哥華節日沒什麼做 很悶的時間 但是發現市場似乎有多了一些變化 就是之前8、9、10月的市場都很差的 大家都不會說有什麼意欲買樓 連自住也少 不要說投資 息口又很高 但是年尾就吹了很多風 可能會減息等等 明顯都活躍了 感覺到多了人出來看樓 買樓 我記得2022和2021的12月份都是很安靜的 大家是享受假假的 所以這次回來香港 想著既然我都回來的話 就和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見面 真人見面 見一下各位網友 就分享多一點在溫哥華那邊 Carrie所知道的一些地產資訊 而且最近因為息口高的關係 其實大半年來 都知道大家已經未必再很想去買投資盤 以前很流行的嘛 22年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買樓投資 但是現在Carrie接觸很多就是香港人 可能是真的想買一些自住屋的 又或者是兒女在溫哥華有身份 差不多等到終於做了公簽一年 或者學簽的 可以申請到PR就準備買樓 這樣不是很熟悉的流程 所以這次在香港 我辦的分享會 或者交流會 其實主要是這兩方面 希望可以帶到多些資訊給大家 還有知道大家有很多問題 無論是在樓程上 選樓上 或者買溫哥華樓 因為不同香港 香港來來去都是condo 沒有太多事情想的 但溫哥華那邊有很多朋友 現在在想媽屋、duplex、townhouse、獨立屋 或者不同類型的condo 都希望可以介紹多一點給大家 給到多些資訊 以及整個流程可以詳細說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有什麼可以準備 這會是今次分享會主要的內容 我們的日子已經定好了 就是1月14日 是星期日 會是下午2點到5點 其中在尖沙咀 High Out Regency 海月酒店 即是K11 那座很高的K11 不是海邊那座 的上蓋 有一個酒店在上面 也很近地鐵站 大家方便一點出入 這場活動的話 也是需要報名的 因為場地人數都有些限制 大家可以上我的網站 carriequite.com 你去到主頁就會看到 整個活動的內容 以及大家可以填表就報名 因為今次我們會有 我們會說細節一點 是說什麼 很細節一點 會分兩大題目的 一個就是近來 有很多朋友問 有關於收樓的項目 最出名的是 Concord Brandwood 在Brandwood那邊 有兩座準備收樓 另外 譬如說 還有OneSite 有些Townhouse Condo都在準備收樓 因為我知道 很多香港的朋友 當年在買這些樓花的時候 其實可能沒有去過溫哥華 就在這邊經過不同的渠道去買到 但未必又說跟得很足 或者未必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 講這些好嗎 你不太好嗎 不知道你說到哪裏 你有沒有聽的 不是這個是什麼 是分享會說的 還是什麼 是啊 就是內容來的 是啊 我以為你要分享 我想 因為吸取了上次分享會的教訓 因為上一次 大家要記得的話 3月18日 我記得3月18日 在去年在旺角 Cordas的酒店那裡 跟大家搞了一場分享會 我也吸取了上次 收到很多朋友 多謝你們的 feedback 就說 他們本身期望 來到我們Cordas的活動 3月18日 就可以聽到我去分享 或者說一些東西 不過他們的現場 可能有點混亂 很多人在交流 變成他們沒有專門 聽到我對著大家說很多東西 所以這次也吸取了這個經驗 會有一些session 是真的好像講座一樣 我盡量去分享我知道的東西 然後再會有一個session 是解答大家的問題的 我也很開心 上次在Cordas 那一次的活動 有很多朋友 專程過來參加 也有一群的網友朋友 可以在我們這個場台 在討論 然後解答各位的問題 也很感謝大家來的 如果這次 各位朋友想再來 也很歡迎 我們講一下這次的活動 會是怎樣 主要分兩個部分 早點的場 大概兩點鐘開始 一點半大家可以來到 我們會專注說 有關你已經買了樓花 收樓的流程 還有之後 如果你想出租 或者去賣樓的話 是怎樣做的 談完這個題目 也會有一個比較長的Q&A時間 因為Carrie也知道大家有很多問題 只要你不介意在大家一起 湧躍發問的話 都可以吸取很多資訊 希望這一邊都可以幫到你 第二個session 會是大約三點鐘 再有開始 大家可以提早一點 兩點半來 主要會專注於買樓 包括現樓和樓花 Carrie會講解一下 現樓和樓花分別之餘 以及樓程是怎樣做的 因為現在都遇到很多朋友 可能是首次或者很久沒有買樓 其實他雖然懂得上網看樓 我看到這個東西有興趣 但其實不知道後面的樓程是怎樣走的 因為溫哥華買樓相對保障買家 比香港多很多 我們有很多步驟 是可以 例如合約上面 流程上 是可以保障大家 多些考慮時間 那怎樣做呢 Carrie會在分享會道 詳細地跟大家講 亦會分享一下 現在溫哥華的樓市 例如拿著百多二百多萬 預算可以買到甚麼居住 獨立屋 或者condo的選擇 可以分享一些資訊給大家 讓大家有一個大一點的概念 根據你的預算 或者你喜歡的地區 可以買甚麼居住 希望這樣的兩個節目 Carrie儘量可以在這幾個小時裏 提供多些資訊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 希望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雖然大家經常在YouTube看到我 好像很不害羞 不斷說話 但當我真的有一個空間裏 要面對大家 如果大家坐在那裡說 我會很緊張 可能會說得不太好 所以基礎都建議我 我盡量準備多些資料 說完之後 都會有一個 好像大家討論 好像上次的一個session 是給大家問回問題的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以及幫助到大家的需要 這就是我們今次 1月14日的活動流程 有興趣的朋友 如果要參加的話 請你上我的網站 Carriequiet.com主頁上面 你就會看到整個 剛剛我說的流程 你可以再看一次 然後可以填表 然後選擇你想要來的session 當然 如果大家 並不想在這麼多人的場合 去聽講座 而是你已經有很多問題 你想單對單問Carrie 或者你在準備買樓的話 我在1月13日 即是星期六 在同一個地方Hired 我們也有一個會議室 可以跟大家見面 你可以一家人 一兩家人 或者兩三群朋友 一起來 可以單對單 一個多兩個小時 跟大家講解整件事 或者幫你找樓 這個也可以經過我網頁 Carriequiet.com 去約會 歡迎大家 好了 好了 活動的事情 就講完了 我現在 我們就轉去另一個題目 在年尾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工作夥伴 基仔 Betty 坐下聊一下 review一下 還有準備一下明年 可以怎樣在工作上做得好些 工作上有什麼可以進步 但是當我review完 我們看回2023 2022 2021 做的每一個case 每一個客戶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 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都已經每一個客戶 分別發了一個郵件 給大家和大家聊 亦在社交平台發了一個文章 就是想跟大家說抱歉 是道歉的 為什麼會說 新年突然要道歉 其實主要就是 Carrie看回 我有些很忠誠的粉絲 很多時候來找我買樓的時候 都說我看了你幾年 但是我看回 可能大家中間的溝通上 我有時候是未必做得好足 我覺得review的整個過程 簡單地濃縮地說 就是我覺得 看到自己很多不足 可能是有些人 會對我有個期望 希望我可以怎樣幫到他 但最後可能我沒有成功幫到他 是跟脫了 或者是沒有給他想要的資訊 或者服務得不夠好 或者中間出現了一些不開心的情況 我會看到這些情況 我會心裡覺得 原來我真的有很多不足 所以我新一年的目標 不應該再說 我要怎樣做多些生意 或是怎樣 我覺得完全不是我的目標 就是希望我可以改善到 我自己 剛剛好看回自己前兩年 做得不足的地方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既然知道自己失去哪裡 或者不是那麼好 就先跟大家道歉 螢幕前的朋友 如果你從來沒有聯絡過我的 那就不要緊 你可以跳過這一段 但是聯絡過我的朋友 你可能填過我的帖文 或者WhatsApp聯絡過我 我也想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應該做得更加好 也很感謝你曾經聯絡過我 或者現在還跟我在聯絡間 或者已經成為了客戶 我希望未來我會做得更加好去幫到你 如果我們還有交易 現在進行中的話 你放心我一定會跟得很好的 尤其是樓花的朋友 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些朋友買了一些 2028、2029的樓花 我們還有很多年 我一定會努力地服務你 這個也是我給自己一個的警惕 以及我2024年最大的目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什麼定產經紀 不知道 太久沒說過這一句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2024年 什麼地產經紀 我們是Kerry 我們是Kerry 我們是Kerry